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在我们节目里的言论受连累 被骂 他的观点其实非常有意思 其实非常非常值得讨论 他从现在的人肉搜索 这种网上的群众运动 联想到文革当中的一种群众运动 就是众人对一个个人的 全方位的一种追踪迫害 但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我想第一个区别是文革的群众运动 表面上是由下而上 实际上是由上而下 现在这个网络的运动 至少这一次是真的是由下而上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其实我是赶上个文革的尾巴 文涛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波涛 六七年生的就简称文涛 已经结束了 对 你们是真经历过 我注意到你们经历过的人 真是有一种心有余悸 很多人在看到今天现象的时候 就是似乎是他每看到那种 就是未经司法程序群众性的 去弄一个人的时候 好像你们这种经历过的很多人 都会联想到这个文革 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 我想我不知道你们 我比如说我在七岁的时候 印象非常清楚 就是家里被抄家 就半夜突然来了一大群人 是一些有些是当然你见过的 所谓叔叔阿姨 就是因为他是父母单位的 所谓造反派嘛 来抄你的家 那感觉就是说你一下子一个 本来一家有门锁 是不应该有人进来 在此前也确实没有 还没有越过这条线 对吧 你可以到公众场合去 有什么政治学习 政治运动 但突然陌生人破门而入 把你家翻得天翻地覆 然后把人揪出去 到楼下去围斗 然后告诉小孩 说你要跟你的父母划清界限 他们是坏人 你们要跟他们划清界限 这个在一个非常 就是一个儿童啊 少年的心里会 你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那以后他就变成了一个参照系 你在之后很多事情上 比如说你可以换了一个 比如说我在20出头的时候 就去了美国 我恰好去了一个南方的一个 就是基督教非常盛行的 这么一个一个地方 他们叫Bible Belt 就是天天星期六 有人来跟我传教 希望我去参加他们教会的 叫查经班 我的首先一个反应 你看基督教跟文革 有什么关系对吧 我第一个反应 一听他们这个形式 我就觉得就像文革 像文革的学习班 你突然被叫到教堂里 你得站起来讲你的 就是好像我马上联想 就不是狠斗灵魂 私自一闪念吗 你得讲你 你有哪些罪 其实呢 至今我们不能信教 但是其实呢 它背后是有区别的 就区别在于 在美国的那些宗教团 它其实你真的坚持了以后 它没有权利来关注你的 它啪啪啪 你也关了不放的 它也不能说你是坏人的 可是在66年那个时候 你要是抗拒它这个力量的话 你就是有罪 其实说到底 那个时候的群众运动 是仿群众运动 它其实 所以今天这郭美美的这种人肉搜索 这算什么呢 郭美美的人肉搜索 我上次也讲了嘛 所以如果说它纯粹的是一个民间的群众的这个事情 它跟文革其实是有区别的 之所以我们会感到有一点相似的时候 是因为文革当中有一个 我刚才讲两个嘛 第二个是你只要目的正当 你手段可以不顾 就是说我只要斗的是一个坏人 那我怎么斗法都是对的 没有人会指责说 虽然它是个地主 但是你不能打它 没有人来这样说的 好人打坏人是活该 坏人打好人 好人是反动 好人打好人是误会 等等等等 有这类的说法 所以这个是一风 今天很多人还会有这样一个 只要这个人是坏的 我怎么 不要说网上有很多人说了嘛 这个郭郭郭什么 什么什么人 我们都捐了钱啊 我们也应该上啊 等等 这些粗话的流露爆发的时候 哪怕是一个言语的爆发 都背后有一个前提说 这个人要是坏的 我怎么着都行 这个当然实际上呢 我相信现在的人肉搜索 没有到这样 但是这个里边 要做很细致的分 就是哪一些 它是不择手段了 哪一些它是合理的 哪一些它甚至是合法的 这个里边不能一棍子都打死 就是扎老师 你这老在美国待过 他们也有人说 说是比如说是这个莱温斯基 那个时候 说是全美国也是人肉搜索 他来的 对 我也感觉那时候有文化文革的感觉 说实话 就是他们叫什么什么门 在他们来说就有点想起来 你知道在美国早期的时候 比如3K党什么这类的 就是有种族歧视的 他就会可以把这个黑人 或者比如说一个黑人 往往是一个男人 被怀疑和一个白女人通奸 那这个黑人就不是人了 你知道就可以把他吊打 然后他们叫Lynching 就真的是不是语言暴力 就是身体肢体暴力 就可以整个这个人就不是人了 这是普遍性的 现在法律的一个基本特点 就是说你犯了什么罪 就罚你什么东西 但是你没犯的这个部分 你不能罚他 对不对 你是小偷 你就罚你这个东西 你是强奸犯 你不要 哪怕要枪毙 你也有你的这个权利 你可以祷告等等等等 那另外的那种 就是只要你坏了 我们该怎么罚 任何样都不过分 那这个其实人类 从古就有 全世界有 现在还有中东有些地方 不是你女的通奸罪 我们大家可以用石头把你砸死 对不对 这一类的东西大家都特别敏感 但渣老师 为什么你又说 你觉得过美美是活该 我说不是说到 一直到现在他都是活该 因为后来就有一些越界的 我此前不太知道 你们说的人肉搜索 具体是哪些 比如说航空公司 给了他的乘客的什么航班号 这确实是越全了 我说活该 从最初是他自己先把他自己的隐私的信息 自己公布了 这等于是他自己想要别人来关注 然后我们以前讨论过很多 是马萨拉迪广告经理的 对 就是我们讨论过所谓名人和公众人物 他的隐私权你自动交出来了 因为你已经是公众权利 比如说麦克尔杰克森 或者什么Elizabeth Taylor 他们一个婚礼是他自己的事情 凭什么你直升飞机要去在上面拍照呢 所以原来说那个坏孩子那个新潘吗 还是谁啊 拿枪打呀 打那个勾仔队的 对对对 你明什么 我们这边也有 前些时候有一个什么大S和什么结婚的 也有人去赌去了 人家也很不高兴 包括听说就诉诸法律了吗 就有些搜狐的还是什么 这完全是越全了 对吧 你既然你是要是一个很隐私的形式 你就要想自己想办法 不让公众不让媒体来关注 否则的话你如果是名人是公众权 这一部分隐私你要交出去 那具体叫郭美美这件事 他本来是一个没有任何人知道的事情 但是现在的小孩 可能他就就像所谓我一代 你们来关注我 我有什么办法呢 爱马仕名牌 然后他自己比较二的一点 就是说还红十字会 他可能连红十字会怎么回事 他都不太清楚 但这一个就在这个意义上 他已经变成了公众人物 已经变成名人 那大家再去搜集他的信息 再加上实际上他只是一个替代物 其实我认为对他这个悬负 这个小孩的仇恨 这是其次的 对 如果不是牵涉到一个红十字会 大家就算了 他把一个八卦新闻 本来是娱乐的这么一个事情 变成了一个公众事件 因为最后人家关心的是一个公权力的 当然我还是比较八卦 我就老觉得这孩子 他有黏人恐惧症 不是 他生怕别人 我不是 我也不是什么黏人恐惧症 我就觉得这孩子 就是说他这个二 他今天会怎么想 就是说你听说过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 就是纽约的一只蝴蝶 煽动一下翅膀 可能是东京的一场地震 有关 他哪想得到 我早就说 微博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掩耳盗铃 你知道后来我理解 它是一个意淫 你因为什么 你知道平常其实关注他的就是一个小朋友圈子 这你就得到一种相对封闭的感觉 就是说永远也不会有全体人民关注我 哪想得到 只是说我今天穿什么 跟你们悬崖悬崖 谁想知道 有些名人 有些人也是 写个微博 但是突然涉及到一个巨大的公众利益 可能一下你就上了网站的门户的推荐的头条 你都没想到 然后你看 仅仅是一个开了什么车呀 过了个什么生日 骑了什么马 好家伙 这到最后你看引起来的是商业系统红十字会 调查 国家行动了 你知道吗 全民对红十字会的这个信誉啊 全身怀疑了 这是引起多么大的一个 哎呀 我觉得他个人来说 他没有 他失去的只是锁链 得到的是整个世界 没有得到的是臭名啊 他失去的只是马萨拉帝 得到是巨大的名声 将来他的世界非常 他两年前没整容钱还很失败 第一个送他包的男友一米六零啊 什么样的起点 现在你看看这个成就 比我挖的还多 不不不不 那马萨斯基金何在啊 你要再咱们先去一下 中国特色你一定不知道 你相信 咱先去一下马萨拉帝广告是吗 哈哈哈哈 将家参与行广告之后 我们也商谈到 这个他们骂我们呢 他们骂我们呢 是主要是说 为什么你们不说红十字会 是吧 甚至说为什么不骂 说我们 说了很多 不是 我跟你讲 上个礼拜呢 我没有看到什么可以作为事实来说的 关于红十字会有猫腻的资料 看到一步步的躲闪 但是呢 哎 一二三四五天到现在 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接近真相的资料 我觉得 这可以说 可以说你还是不能说他有什么黑的 对吧 但是呢 我觉得至少我有一个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随着这个调查结果一出来啊 我就发现一种我们社会的人情事故 这一怎么都是一督路一督路的事儿 现在社会挺奇怪 你知道吗 尤其是这是不是咱们中国人的时候 我不知道外国什么商业什么嫁接 怎么总是一个单位 你包括很多时候也是一个公司 他出来啊 是一堆关联什么叫关联企业 关联公司 一个协会呢 哎 也有一个商业系统红十字会 大家听说这个这个红十字会是做好事的啊 这个这个咱们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 这个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底下 又有一些关联企业 什么中红博爱 然后呢 中博爱 外面还有什么物华啊 要推出一万个 好在全国呀 弄这个救护站啊 红十字救护站 博爱救护站 听起来又像是好事儿 好投资 但是呢 又说呢 保险也会跟着推进 对吧 然后那个现在国美美元来说呢 说我们这干的是这买卖啊 也不知道是不是买卖了 说往红十字会的救护车上放 广告 而且你觉得呀 什么都对 搅和在一起 这就这个事件了不起啊 这就一时激起千层浪 就说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契机 大家集中了这么多民众的关注点 接下去一步步看出我们社会的很多很多 很精彩很精彩的社会现象 有些是很合理的 有些是合理不合法的 有些是等等的 你觉得这事儿能取落实出吗 我说实话 我觉得我历年从美国回来 开始就是经常被人觉得 我一提问那些人就说 你看你在美国待的 你怎么什么事情都要问个清楚呢 我们这些这些问题都属于不应该问的 或者就是说大家 就是说不言自明的 比如说问一个企业 我先问这民企业还是国企业 还是外资 人家就开始笑了 这怎么说的清了 它就是一个实体 至于这实体到底是 他在说实话 他再往下说 我也就晕了 因为这里边谁又持了股份了 谁又怎么样 什么控股了 什么在二级企业 三级企业 然后谁又怎么来掺股了 然后上市又怎么样了 又是谁审批了 你就乱掉了 我觉得很多 你知道我就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 我不知道现在可能也是当今世界潮流 是不是说商业跟慈善结合 能让慈善放大机一样 你比如说我们主持人 这也不会言 我们也有个小小的生才知道 就有时候去一些商业演出 其实我很喜欢去 你知道吗 就纯正的 就商业演出 一手交钱一手教人 对吧 我挺喜欢 但是后来我发现有一类 让我陷入一个伦理困境 他是商业的 可是他说我是个慈善活动 我请您去主持 我的问题就来了 请你去爽了 不是 不是说 就说我该不该给他要钱 就经常有这个矛盾 就说 我觉得要是纯粹的商业活动 我要不就不去 咱也没说风格那么高 要不然我去了 我也不好意思拿钱 但是问题在于 我又眼睁睁的知道 你是有商业宣传广告的性质 只是说这两种比例占多少 我不是说这是坏事 很多时候我去了之后 我发现人家的公司也确实是 就拿出这个业绩来 是做了很多被贫困山区 真的建设了很多东西 我不能说这是坏事 可是他这有点 全 你这就是 脚祸 对你怎么就变成一个特别 不是太中国的这么一个脑子 书生 我前面就是书生 他有时候有点书生 这是所谓中国特色 表现在 没有听过另外的语言里 有浑水摸鱼这么一个表述法 浑水摸鱼只有真是中国特色 这水则水什么水 轻则无鱼 他就什么东西都要搅在一起 我们从源头上就老说 中国人是不是那种细分的 而是综合的 而是 那你说比尔盖茨 模糊的 比尔盖茨 他也是商商商商业的老板 私企的 美国私企的老板 那么他也做善事 他的他的跟他的企业 完全没关系 两个他自己说了 我从我的企业退出来了 他这个微软上面 没有贴他这个慈善机构的这个东西 对不对 他们的分法 你们别讲的那么远了 到家去了 全婚了 那就什么都有合理性了 他就是这样 你这个是一个慈善机构 我不做商业活动 但是现在社会是个商业社会 什么事情都离不开商业 所以我有些事情 也要跟商业机构合作 看上去好像分不开吧 其实很简单 利益冲突 你要利益申报 您窦文涛是商业机构的会长 然后这个下面这个帮你一起合作的公司 你得申报 你跟他没有关系 您不能把你这个商业机构的活 让给你女朋友去干 或者让给你女儿去干 大家申报一下 现在查出来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位是什么什么公司 这个商业机构 他说的完全对 我们是亏本的 我们没钱的 我们卖给你们好了 没钱的 可是下面有一个多少亿的公司 跟他相关的 而一查那公司的头头是他的女儿 我们的典型的现象是这么一个情况 你明白吗 他是干净的 他商业机构也是干净的 但他们是妇女关系 他们都是纯粹的个人 你知道现在大家感兴趣的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在香港怎么样的办法呢 就是你要申报利益 你任何一件事情 我要凭一个收一个学生 我要凭一个奖 你先说你认不认识扎建英 你跟他有没有经济合作关系 然后我作为负责人 我才能把这个项目交给扎建英去做 我红十字会 我什么机构 我这个非盈利机构 我一大堆世界上 但是我的具体操作 这样我们在地铁上见到一个老太出来 他叫你早上贴一个十块钱的红字 我们才肯贴 那些贴十字的人都是不拿钱的 在香港 就是子东说这个利益冲突 其实是西方这个法治里面 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概念 而我们在近年才开始引进 就我认识一个律师朋友 他基本上还是在商业什么合资 这些企业这里面做法律的时候 他说他引进 这大概有十年左右的功夫吧 引进这概念的时候 中国人没听说过 但是引进了以后 能不能实行 这又另外一回事 这种利益冲突 我觉得跟中国文化的这种 就是说大家在一起 你好我好利益都一致的吗 我不同意 香港都是中国人 香港太西化了 怎么就太西化 香港人身上流的都是中华民族的血 可是他们照样 这伟大多 所以他们照样做得很好 英国人的法治给他们带来了 现在伟大祖国回归了以后 照样做得很好 我说的是一个 实事辩论会告一段落行吗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既然徐老师说香港人流的 也是中国人的血 那么我给你展示一下 我支持红十字会 香港的红十字会 我有捐点小钱 你知道吗 这个小的嘛 我都不好意思跟你们说 但是呢 即便是我捐那么小一点小钱 从此他就定点培养我了 你知道吗 他定期香港的红十字会 给我发这个信 你知道吗 给我发这个信 就像我汇报工作 你知道吗 我可以给你们看看 咱看看就说是 人家这个工作是怎么做 你看 这首先有个宣传单章 说亲爱的朋友 艾滋病令孩子惨被遗弃 然后说艾滋病的情况 对吧 然后这是英文的了 对吧 然后我给你看 就是说他这个 他说你愿意为他们送上一份礼物吗 这个艾滋病婴儿 对吧 你看港币400元 可以让他有一年学费 港币800元 可以给他4个月抗艾滋药物 1600怎么样 3000怎么样 孩子们非常感谢你的礼物 孩子的这个照片 是吧 打动你 然后你看 主要看这个 这个付款方式 我发现真是方便 我愿意捐出 你看让你画对钩 1000元 为一名儿童提供两年半学费 愿意捐什么 你就画钩 画钩捐款方法 你看资支付本票 银行本票给联合国儿童基金 什么相关委员会 然后信用卡捐款 有几种方式 提供了几种信用卡 信用卡号码 支票 还有贵员机账号 然后传真都可以 你看 最后你看甚至连信封 给你提供好了 回邮信封 直接把支票放进去 就这么回邮了 甚至于你捐了钱 他还把捐的 你捐了多少钱数 那个表格我就不给大家出事了 不想大家知道我捐的有多少 他有一次 我告诉你 他有一次以为捐多了一个零 我插一句 你这个正好说明 这完全是西方的 我收到过同样的表格 国际红十字会 因为08年四川地震的时候 我也不好意思 我也捐了一点钱 是中国国际红十字会 从此以后一直到现在 我每次不管哪国海地地震 还是哪地震 我说到类似的 你愿意不愿意再奉献一次爱心 支援多少 一样的表格 一样的什么 这个是从哪来的 我们不必回避这点 中国人也能做也能捐 但是源头是怎么来的 这个现代化的这一套法治的程序 这些厉害冲突的观念 是从西方进来的 好的东西是人类普遍的 我们都可以学到 这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在过程中 现在还一锅中呢 所以这个讨论才会搞得这么乱 不要想那方向走 你讲完了 除了西方的这一套 相信人性恶财的限制制度以外 中国数千年来 一直有相信佛的人去捐 捐了以后 他也的确造福大众 知道他不会捐给这个住持 住持会转给他的女儿 这不单单是今天西方的规则 人类发展到今天 根植于一个性子 我就跟你说 就是这个信呢 还是很重要 因为在中国呢 真的是有中国国情 有时候我们也很难下判断 说一个企业 比如大家有争论过吗 企业愿意打广告 同时也做了善事 你认不认同呢 他毕竟做了 花了钱 做了善事 但是 就是老爸做善事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这就是从他们中国企业家 做慈善 之后经常管理和善 得出来的一些 我愿意打开 我愿意打开